- 港湾新闻好,经贸和你聊,我是蒋全翰 很高兴跟各位观众今天又见面了 今天我邀请一个很重量级的人物 就是我们的去年参选高雄市市长的候选人 曾颖丽女士 大家好,我是曾颖丽高雄市民 也是全翰的好朋友 今天很高兴来这边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今天全翰好像有很多问题要来拷问我 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很激荡的一个午后 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对于我们生活周遭很重要的讯息 那我知道您最近在一个协会 一个社团法人叫做台湾探权交易推广协会 担任永续长 我想说您是不是花点时间介绍一下 这个最近这么夯啊 特别台湾探权交易所计划在 应该是确定的 8月7号 要开始这个开幕了 还是营运 那到底这个探权交易推广协会的这个宗旨 还有这个协会要做的一些计划项目是哪些内容 给您打个广告好了 谢谢 我觉得非常丑巧 今天全汉让我来这边是想谈谈什么叫做社会企业 那刚好我最近加入了台湾探权交易推广协会的这个团队里面 然后在推动要来主要来帮助我们很多中小企业在面临我们如何能够达到2050年要近零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整个是全世界的趋势 就希望在2050年的时候大家可以节奏排碳 可以让很多的我们的生活的行动啊 还有企业的制造能够去碳中和就尽量不要排碳 能够有零排碳的这样子的成效 所以这个协会呢主要未来想要在民间扮演这样的平台角色 可以跟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台湾探权交易所政府的单位可以做一个桥接 然后可以让政府跟民间可以一起来合作 共同朝这个世界的目标来前进 那讲到这个协会刚好也是今天我要来谈社会企业很好的一个范例 因为本身这个协会它也成立了一个台湾探权交易中心公司 那这个公司呢它就可以算是一个社会企业的模式 它把它赚来的钱再投入来推广这个协会 然后要做的各项可以解决这个排碳问题 所以今天讲的社会企业就是一个介于非盈利组织 还有我们以盈利为主的企业中间这样一个商业模式 然后主要它把它的盈利获利都拿来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啦 改善社区啦 甚至有很多等一下我们会谈到 看你是要帮助贫穷还是要解决老弱的问题 这些等等都可以是社会企业可以推广的一些项目 是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部分的一些课题 就是永续发展嘛 是 那这种联合国像最近应该在11月吧 11月底12月初联合国的这个 那个就是COP28 今年是在联合国大公国要召开 其实我们已经跟了一段时间了 就已经大概这几年都一直跟着在走 永续发展有18项目标 最近最夯的就是数位经济 就是用数位科技来减少排碳的各方面的这些工作 那我觉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有几点 第一个就是医疗医学 这个部分的话我知道 在这18项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第二个就是社会的公平性 你们包括那个性平等也在里面 还有对对妇女儿童的照顾 这方面也很重要 那事实上这种社会的工作 一般来讲都是政府在做 很少在私企业在做 那在去年很有机会呢 我碰到郑宜丽甄女士的时候 她又提到说 其实在私领域里面 就私人企业 她是可以做这一方面的 我想说今天借这个机会 让她来谈一谈 因为她留学美国 我在美国念的博士政策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和政策的博士学位 我想说是不是因为她在美国 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和经验 然后有这样的实务的案例 所以呢 她有兴趣 还有这个理想 她在高雄来推动这些事情 我想说是不是让她来 简单介绍一下 她这个想法怎么来的 然后有什么样的案例 还有你的未来的企图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就是听到光是这个名词就很陌生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我可以举一个 可能大家就比较熟悉的 有没有看过那个李仁 李仁 李仁 李仁他好像就像一个超商 对不对 小型的超商 但它是 素食的 对 但它是全部是推广有机的 对 有机的一个产品 然后所以李仁已经是成立很多年的一个 很算是很成功的一个社会企业 然后当初他就是以推广有机的物作为目标 但是他是结合小农 然后到制造 然后再到消费者 这一个一线式的这样的经营模式 然后他把这些获利的金额 然后再回到可能帮助小农 再继续要升级像有机耕作 像类似像这样的工作 所以像这样子的社会企业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已经也成立了很久了 然后大家可能不自觉 然后可能有些人觉得说 我这个企业获利以后 我想要去把钱拿去帮助偏乡的小孩子们 那所以消费者有时候觉得 我买了这个A品牌的这个产品 是拿来帮助偏乡的小孩 他就会促进他的那个销售 所以这是社会企业能够盈利的一个 很基本的一个方式 所以在其实很多像仙 仙乳王 很多像饮食类 像现在一般存在的社会企业 很多就是要靠他们的产品 他们的品牌 然后获得这些获利 在生活周遭都有 所以下次如果你去看到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商店 然后他的产品 然后你就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可能都可以关注到 其实你已经平常也帮了很多社会企业消费了很多 你也好像奉献了很多 不是用捐钱的方式 而是去买这个产品 或是买什么服务 像我自己创立的社会企业 我也会有一些产品 但是我主要像我想要产生一些公共的服务 比如说我办一些训练 办一些讲座 那大家交钱 来参加这些讲座 那我把这些获利呢 再拿回来 拿出来 再推动一些对于市民 对于公共政策有利的一些行动上 或是办理更多的有利的活动讲座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好像我们现在都讲 要有机循环嘛 要讲循环经济 所以这个就是 未来就是社会企业 可能会慢慢的 也会朝这个方向去前进的一个目标 但是现在我们刚才讲到像社会责任 那很多大企业呢 他讲社会责任 就是我赚的钱 然后我拿出来就是 发展社区啦 我盖公园啦 然后这是社会责任 但是现在慢慢因为很多像社会企业 坦白讲他资金 在人力行销上力量不太够 所以现在很多大的公司 也会开始把经费拿来 帮助这社会企业 甚至他投资在社会企业里面 让他们可以更有力量 去做更多的事情 我请教一下 这个社会企业的话 政府在这个社会企业 因为它是有盈利嘛 业业的行为嘛 在税收方面 他有没有给予这个所谓的减免 因为现在目前像社团法人 这种的捐款 然后各方面 或者某些基金会捐款方面 他这个运作上面是免税的 或是减税的 但是社会企业这方面 比如说投资的股金 他是不是可以抵税 或是怎么样的 我不晓得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未来可能的地方 我们在我们的商业上 对于社会企业的 其实的规范还是蛮模糊的 对蛮像现在的非盈利组织 他们就是我们国内可能觉得 你是非盈利组织 就不应该有盈利的一个行为 但是其实在国外 在美国 社会企业可以分为 非盈利组织跟盈利组织 可能他们在规范上 只要你能证明 你的这些资金 运用是在作于解决社会问题 或在投入更多的公益活动上 他们其实在税法方面 都有很多的鼓励 有很清楚 但这个可能是我们要赶快 激起直追 去规范 最近这几年 蔡英文蔡总统 在执政的这个过程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政策叫做长造 长造里面他有分人 好像日照型的 还有长造型各方面 很多不同种 那我所了解的就是说 这些的所谓的 这个长造机构来讲 很多呢 他是属于这个财团法人的 但有的也是社团法人的方式 那有的是属于企业 他有承包这些业务 那都有分嘛 那到底 譬如假如他是企业的话 那属于 属不属于这个所谓的社会企业呢 这个是 因为政府会拨款给他嘛 他会等于是一个标案去标了 让他在那边操作 他有盈利的收入 那收入了以后 他当然这个企业嘛 一定有股东嘛 那这一方面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模式 会不会有冲突呢 还是要有限制呢 像我们现在国内 就对于像社会企业 像只有协会 像这些非盈利组织 他们可以接受政府的补助 那社会企业就不行 他觉得你就是一个企业 那政府不能再补助你 那就像你刚才讲那些长造机构 他本身是个企业 但是他承包了政府的一些长造的 对不对 一些计划来执行的话 所以政府以后 未来要对这些社会企业 可能我们要对社会企业的认定 要有比较清楚的规范 然后比如说像红十字会好了 他大家可以很清楚知道 他就是不是一个 盈利维机构的一个机构 但是他主持 他本来是一个基金会 那基金会本身 是不是可以有盈利的行为 所以他也可能介于 他就是非盈利组织 然后甚至他现在因为 他要必须要多元化的经营 然后可能是不是也朝向 你要是不是要认定 他也是一个社会企业 这个就是有待于 就是每个可能每个国家 每个地方 然后针对他的 这个组织发展的形态的不同 然后必须给他一个 比较明确的一个 一个 呃 定位 对 所以台湾对于社会企业 可能要进一步的 因为越来越多 然后他们我们像我们还是要开发票 然后我们要报税 那这样一些东西 所以未来是不是只要我可以证明说 我这些东西我的支出是用在解决公益的行动上 只要是合法的问题 对 对对对 然后所以你就可以经过我们的报税 然后会计的这个制度下 是不是也可以给这些企业可以有免税的这样的用会 所以就可以鼓励更多的企业朝向 社会企业方面来一起帮助政府来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 所以目前你的社会企业有有哪一两个案子现在进行 我现在是我推动的案子很少 我我试着做过像训练了 然后办活动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开发一个长期的产品 产品或是品牌 因为开发品牌要耗资很多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一直期望有更大的企业 可以来投资我这个社会企业可以来推动比较偏向于公共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事务 非常谢谢我们今天那个曾颖利有序长呢 来说明一下所谓的社会企业 还有包括他现在在推动的这个台湾探权交易推广协会的一些工作 我想说社会企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的构想 我相信呢台湾这么成熟的一个社会 包括美国我相信也是已经在推动了 就是更成熟了 那我想说这么样的一个成熟的社会 要推动这个社会企业呢 来来对这个社会有贡献 我觉得是应该在政府的部门 相关部门应该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卫福部负责这个事吗 还是注意 这个可能我觉得主要是企业嘛 所以一定在经济部下面关注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新的观念 那我想说我们政府单位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 应该这一方面来做一个深入的研究 因为政府不可能不是万能的 他不可能做好所有的事情 我们还是需要民间的企业跟单位一起来协助 了解了解 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我们曾颖利永续长呢 来为我们介绍社会企业以及这个台湾探权交易协会的一个推短的工作 那让台湾呢 在8月7号正式的又跨入到这个探源交易的一个平台上了 再次谢谢我们港湾新闻网的所有的观众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许安哥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